賴品動賽 賴品動賽 在歡呼聲中親自授旗 民進黨立委賴品瑜 集結超過50位年輕人 舉辦世事大會 要讓青年力量遍地開花 大家的目光 先輩比較會製造話題的候選 吸引過去 賴主席他的優勢是在於 他是一個穩扎穩打的人 那他推出來的東西 一定都是可行的 那過去的政績也是可以去檢視的 身為綠營最年輕的立委參選人 賴品瑜看好賴心得青年選票 會倒吃甘蔗 尋求連任的同時 更不忘大打正機牌 我最大的優勢就是我的正機 其實捷運講了已經講20年了 終於在我的任內核定了 大家過去認為做不到的 包含說細科車站 大家從來沒有想過 他有辦法改建 品瑜這三年半 他瘦了15公斤 非常的累 經過這三年多 我是覺得他已經從政治天兵 變成政治兼兵 我們相信他會當選 家人給予滿滿肯定 包含過去曾是民進黨立委的爸爸 賴靖玲 也在台下低調相伴 全家總動員 男友曾文學 儘管人沒到場 但這一對政壇情侶依舊公開放閃 我們平常就常常做這個 政策上面的交流跟討論 那只是說這一次 因為剛好非常的揪巧 變成是說 我跟他兩個人同時都有參選立委 所以我想這個實質上的協助 就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互相鼓勵互相討論 盼2024和曾文學一起前進立院 民進黨的年輕世代 正號召青年軍成為自身助力 新新聞黃軒許家瑞採訪報導